而这上面如果共同地在某一个时间空间的范围里面 对于别人的存在的相状 跟自己存在的相状 没有比对 能够接受所有众生 也能够接受所有不一样的 跟自己不一样的相状 而内心从来没有计较分别 这才会有修行上的体物 那就是无挂爱 这个是爱从有到空 而达中道到超越而无 这样解释同学可以了解吗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至成立以来 扶持佛法不遗余力 为法轮长转正法九柱 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 红法经费 若蒙捐助善款 请会邮政化播账户 账号2271-8807 2271-8807 护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 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 护持弘法 共转法轮 阿弥陀佛